平安行你我他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行车安全 在昨天晚上的九点钟济南天桥交警夜查酒驾 有一辆白色轿车不但不停车反而加速逃跑 而直到撞到了一辆一棵树上才停下来 这辆白色轿车为了躲避交警竟然现场玩起了漂移 看着前方车多人多白色轿车行驶了三四十米之后 拐到了一个小区里由于车速太快 车辆直接撞倒小区里的一棵树才停不下来 车上的这两位是亲兄弟俩 弟弟说自己今年十七岁晚上趁着父母不注意 就把妈妈的车给偷偷开了出来 可是交警明明看到是哥哥驾驶的车辆 两人随后被带回中队通过看路线后 哥哥才承认是自己开了车 经过酒精检测 哥哥的酒精检测值为78毫克 属于酒后驾驶 这时得知消息的家长赶了过来 看着俩儿子晚上的这一顿折腾 当父亲的就气不打一出来 冲着这哥俩就是一顿胖揍 根据相关规定 哥哥被罚款1000元 扣12分 弟弟虽然替哥哥顶包 因为不满18岁 民警在对其进行教育后 让家长领回 刚才这个小哥俩呢 是把车开到树上了才停下来 而德州一辆白色轿车呢 突然面对检查 就突然拐进了胡同 交警警虽嫌疑车拐进了胡同 并对其进行了蓝停 车车车轻一下吧 交警检查了驾驶人的驾驶证 行驶证 询问的过程中 驾驶人倒也诚实 还没说几句话 就承认了所悬挂的号牌 并非这辆白色奇瑞的 那么这号牌到底属于谁呢 啊 这得沾进去 沾进去 什么时候会这 挂了谁的牌了 民警根据经验判断 这辆车真正的号牌 应该被驾驶人藏在了车内 就在驾驶人将后备箱打开的时候 真正的号牌终于露面了 就在驾驶人将号牌摘出的过程中 交警又发现了他的一项违法行为 他用的是一个移动号牌架 就是有个把这样的钥匙 然后车牌子上面和这个车身上 分别装上了这两个装置 然后通过钥匙可以很快捷的 把这个牌子挂上和换上 在架子的下方有一个钥匙口 将钥匙插入口内轻轻往上一推 便能将号牌取下 看来呀这位驾驶人 在平日的驾车的过程中 会不时的更换真假车牌 以便逃避监控的拍摄 那驾驶人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这个对于驾驶员来说 应该是铭记在心的一条铁律 但是总是有人置若网闻 4月5号晚上9点左右 高清交警大队大卢湖 中队民警在田义路纠察交通违法行为时 一辆挂有五星新能源的老年代步车 在行驶过程中速度缓慢 时走时停 引起了交警的注意 随后交警上前检查 对司机刘某进行吹气式酒精测试 司机刘某很不服 一再表示自己开的是新能源车 属于老年代步车 不是汽车不算酒驾 经民警检查 这个老年代步车 刹车离合器 挡位仪表盘样样齐全 尽管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 但仍然属于机动车 最后刘某按酒驾处罚 被罚款一千元 就在散扣车辆的时候 民警发现车内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和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 考虑到孩子年龄小 外面天气冷 民警主动开车 把司机刘某及其家人送回家 你们修开案不从家里 是吧老师 但是不能喝就开车 特殊情况 那人一会儿之后 我先拿点能力 欢迎回来 这里是格力警方前线 我是雅如 咱们接着来看新闻 在昨天的晚上 6点35分 林以举南县沟头村 一个小男孩的手指 被一个钢圈给卡住了 消防立即行动 接警后 十字路中队立即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发现 男孩的手指 由于家长着急取下 已有破皮 淤血明显的肿大 局部于轻 男孩疼得哇哇直哭 孩子的手指肿胀的时间长了 容易造成缺血坏死 情况紧急 再一个 孩子手指非常小 指挥员决定 让两名纪元人员 利用杀光机 磨掉孩子手上的钢圈 为了避免杀光机 在打磨钢圈时 伤到孩子的手指 救援人员先找来了 一块锡钢条巨片 试着垫在小孩手指 和钢圈之间 变好锡钢条巨片之后 救援人员开始对 套在男孩指头上的钢圈 进行打磨 由于钢圈只有一厘米那么宽 而且才只是钢的 这大大增加了打磨的难度 消防队员就像做外科手术一样 小心翼翼的切割着 这个时候稍有不慎 杀光机就可能伤到男孩的手指 后果不堪设想 15分钟后 钢圈终于被磨开了一个小缺口 随后 消防队员利用两个钳子 对钢圈的两端进行破拆 这个时候发现 钢圈实在是太硬了 再一个钳子作用力量太小 用老虎钳根本拉不开磨开的缺口 消防队员只好再次 对卡在孩子手上的钢圈进行打磨 又过了5分钟 钢圈终于被成功取下 钢圈取下之后 孩子的手没有什么大碍 孩子的父母介绍说 也不知道孩子哪找到的钢圈 带在手上玩 后来却拿不下来了 再后来手就肿了 钢圈卡在孩子手上 已经八个多小时了 他们尝试了很多方法往下取 根本取不下来 没办法 这才包打了119报警求助 这样的新闻 咱们也是看的很多了 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提醒 小宝贝们注意安全 这两天正是清明小长假 很多朋友都出门扫墓踏青去了 这两天因为扫墓所引发的山火 昨天我们也报道了 在省内引发了很多起 今天在七霞东电村的东南山上 也着火了 消防员经过努力 终于将大火扑灭 着火源是一个山间的坟头 坟前还摆放着各种祭祀用品 村民说 这是东电村村民隋育庆家的坟地 老随着一走事就大了 天干草枯再加上风很大 这一把火将周围大约四五百亩的 苹果地风树栏都烧光了 老随哭得很伤心 但是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提醒大家这两天扫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 没有忌口的贼 三月份的一天 在德州德城区的一家超市 晚上来了一个贼 这个贼还真是不忌口 吃的喝的通通都要 趁值夜半的工作人员不在 嚣张的小偷直接砸坏了超市的玻璃门 强行狂入 两千多块钱现金和大量香烟被盗 甚至连零食都没放过 不过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原来在超市盗窃案发生之前 不少沿街门店都有过同样的遭遇 作案手法是一模一样 就在办案人员苦苦搜寻嫌疑人的时候 这家超市玻璃上留下的一枚指纹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马某早已被民警们所熟知 他是林毅县人 曾因为盗窃门事部 前前后后进了看守所六次 虽然他居无定处 不过在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下 经过两天的蹲守 办案人员一举将马某在他租住的房子里抓获 马某在十几年前来到德城区 大刘庄村做了上门女婿 因不务正业 经常盗窃赌博 被妻子赶出了家门 他惯用的手法是 在夜里强行破门盗窃 短短几天的时间 又盗窃了十多家沿街门市 目前马某再次被刑事拘留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烟台 在烟台支付区的一个十字路口 有一个小女孩不停地在向周围的路人求助 但是女孩所说的话 却没人能听懂 小女孩年龄不大 满嘴外国话 在场的人心里都泛起嘀咕 这时一个神秘女子赶到现场 民警经过跟这个小女孩这个沟通 发现这个语言 这个女孩这个语言 不知道是哪国的语言 这时候正在这时候 有一个另外一个女子赶到 这个女子呢 自称她是浙江人 她说是她家的孩子 她说是这个 她花钱买来的这么一个夜长来 准备给她当妻子的一个孩子 经过调查 民警确认 这个小女孩是云南省文山县公安局 正在侦办的一起 拐卖越南妇女案的受害人之一 她们是今年2月13号被拐卖到云南的 这个以8万块钱的价格 卖到了浙江 一个叫叶张来的这个人手里 这个叶张来呢 准备这个买到这个小女孩的以后 与她结婚 经过民警查证 发现这个小女孩呢 叫熊提米 2000年11月出生 今年14岁 浙江的叶某买了小女孩以后 就带着她一起来烟台打工 这个小女孩在这个叶张来的住处呢 一直是被她的家属这个餐馆的啊 这个一直无法这个逃离 3月22号傍晚呢 是叶张来的嫂子 带着这个小女孩准备到市场去买菜 小女孩趁着她嫂子不备的情况下 脱离了看护 跑出来了以后 打了110求助 随后小女孩被暂时安置在了烟台市救助站 4月1号 云南省文山县公安局通知小女孩的亲属来到了烟台 在这边住的怎么样 她说很好的 但是有点无聊 出来多长时间了 她说有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比如说在这之前有一个半月 没看到家里边人了 啊 今天看到那是姐夫 那是她姐夫吗 今天过来那个 今天看到姐夫 去里边 怎么样感觉 她说很高兴 你愿意跟这个 这个男人可以跟这个 愿意 18点的隔离民生自动车 您将看到 清明扫墓流量大 乱停乱放 更添堵 一辆 寻子车 六年 寻子路 清明时节 雨纷纷 寻子家长 欲断魂 李秀卿 爱心 孝心 做支撑 一人撑起一个家 高速停车 莫随意 路间 修车 有隐患 欢迎回来 这里是隔离警方前线 来看今天的 敬请时序 今天早晨5点30分左右 位于南京鱼市街的 木马公寓五楼 发生爆炸 并起火 整栋公寓楼 共300多人被疏散 当时住在隔壁小区的居民 也听到了巨响 推开窗子一看 五楼发生爆炸的房间 铝合金矿 击碎玻璃 冲出左右20到30多米 目击者称 有一人被爆炸的气浪 冲出了窗外 5号 六名少年 从实验牛头山风景区 气象山 观景台右侧 入山迷路 晚上8点半 接到孩子的求救电话后 东越路跨出所 通知实验山盟应急救援队 和无线电爱好者20余人 于晚9点进山救援 经过7个小时的救援 昨晚 在湖北实验市 牛头山风景区 气象山走失的孩子们 在一悬崖处被找到 安然无恙 为救援人员点赞 同时警方也提醒 节假日去风景区游玩 切勿盲目进入无人山区 昨天凌晨2点左右 广州白云山太和镇 草庄村一个路段 一辆人力三轮车 被小货车撞上 骑车女子当场身亡 货车司机谭某 照视后逃逸 警方凌晨3点多 电话联系到谭某 谭某自称是目击者 虽被警方怀疑是照视司机 但其否认 在与警方谈话结束 约40分钟后 谭某又联系警方 承认自己是撞人司机 警方审讯发现 谭某属于无证驾驶 如果不是他们出手相救 我们的东西都会被抢走 昨天凌晨2点30分 广州白云山嘉河街 贺龙路路段 三名夜闺女子回家途中 遭到两名劫匪 持刀抢劫 路过的三名小伙 挺身而出 上前制止 混乱中 有两名小伙 被劫匪刺伤 劫匪仅抢得 一个女士皮包后逃逸 目前警方一介入调查 如果符合条件 将为两名受伤小伙 申报剑衣勇为奖 昨天是清明节 小堂假的第一天 12岁的小静 和7岁的小枫两兄弟 原本是要去爷爷买卖家 但是两位老人 却再也等不到 他们两个孙儿了 4号凌晨4点左右 四川宜宾市 拱县落害镇 泰河村 一民房发生爆炸 房屋全部坍塌 一家四口被埋 两名大人受伤 两名孩子不幸身亡 据周围村民介绍 发生爆炸的这家人 在私自做鞭炮 警方在现场 也找到几袋鞭炮成品 和制作鞭炮用的引线 警方称 爆炸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彭大祥73岁 是广东上头 当地享有名气的花工 不懂电脑技术的他 竟然用纯手工 绘制出可以 以假乱真的 百元人民币 假币胶板母板 以每套五到十二万元的价格出售 至多宗假币案发生 事案面值高达数亿元 近日 彭大祥货无期徒刑 被没收全部财产 记者从潘鱼警方获悉 4月4号当天上午 谎报在广州 潘鱼两所幼儿园 放置有爆炸物 警情的嫌疑人 现已被警方抓获 经审查 嫌疑人欧某 女34岁 对其谎报警情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据欧某交代 妻已怀孕六个月 但在家里仍要做很多家务 觉得家人对其关心不够 于是就想到打电话 到家人供职的单位 恐吓称放置了炸弹 希望以此引起家人的注意 让家人对其多关心一点 目前 欧某因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被判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由于欧某还有身孕 警方对其采取取保候审 欢迎回来 咱们接着来看省内的新闻 自博高清的孙女士 前两天的一不小心 把自己的钱包丢了 但是这个孙女士 实在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什么时候丢的 一无所知 直到这个民警 打电话来联系的时候 才恍然大悟 原来民警赵金华 在早上执勤时 一位董先生 送来一个蓝色女士钱包 说是在活塞厂门口捡到的 等了半天 也没有见施主过来 于是希望民警 能够帮忙找一找 民警通过驾驶证上的信息 查到施主孙女士 联系电话 一个小时后 施主孙女士 匆忙来到了高清 交警大队任领 更巧的是 一问到石钱包的好心人 和孙女士一起来领钱包的朋友说 他认识这位董先生 因为上次他丢的东西 也是董先生给捡到的 看完热心的董先生 再来认识热心的李先生 在德州城隍庙前面 做生意的李先生 这两天打电话说 在他店门前 放了一辆摩托车 有四五天的时间了 都没有人骑走 那这个车主去哪了呢 德州市民李先生 在德城区城隍庙市场经营生意 这几天他发现 门店前面多了一辆摩托车 而且一放就是好几天 本来李先生还以为是中文邻居的 结果打听之后 也没有找到车主 记者看到 这是一辆踏板摩托车 只是锁住了车把 并没有上大锁 附近商户介绍 这四五天来 摩托压根就没有动过 随后记者来到交警直属一大队 根据车牌信息 得知车主叫吕淑芬 家住运河经济开发区 当德州摩托车被找到后 他激动不已 旅女士说 几天前的中午 朋友骑了他家的摩托车去吃饭 然而下午回来的时候 却只见人不见车 根据朋友的记忆 他们回去找过一次 却没有结果 放那之后就喝酒去了 回来之后那车就找不到了 他放哪了 他是好像是 他说是在城河庙附近 哦 具体地方 他也忘了 他也想不起来了 节目开始 来看不久前 发生在济宁的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面包车突然发生了 这个失控了 侧翻在地 滑出了三十多米之后 最终撞在了一个水泥墩上 才停了下来 事故造成了一死五伤的惨剧 下午五点多 在105国道老运河桥路段 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 路面上留下了长达60多米的痕迹 翻倒在地的这辆五零面包车 已经被吊起扶正 车的尾部几乎凹陷进去 旁边的男子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车里面还有斑斑血迹 根据路面的划痕 民警再现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形 这 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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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驾驶员左右几打方向 让高速行进中的面包车瞬间翻挡在地 民警了解到 这辆面包车是微善的 出事的时候 车里面乘坐了刚从工地下班回家的八名农民工 在事故中 不幸丧生的男子 今年只有46岁 另外还有五人 不同程度受伤 而造成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超速超远 这个事故原因呢 就是一次车速太快了 超速 这个呢 驾驶员将常乘客拔任 这个也已经超远 29岁的驾驶员基姆 因为涉嫌交通肇事被依法行事拘留 他说出事的时候 自己正在超车 一个说乎就是别人失去了生命 自己也成了阶下球 这让姬某悔恨不已 超远超速啊 的确是在交通事故当中群死群伤的一个非常大的诱因 这天气也是越来越暖和了 出门打工的农民工朋友也是多了起来 但是这超载的车辆咱是坚决不能坐 再着急 再便宜 再省劲 也不能坐 为什么呢 为的还是咱自己的安全 那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位倒霉的司机 这位司机把这车停在了一个宾馆的停车场 那一觉醒来第二天发现自己汽车的这个前挡风波里被人砸成了大花脸啊 无奈之下 这位车主赶紧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 民警迅速赶到了这家酒店的停车场 在停车场内 民警见到了这辆轿车和车主 车主说自己是昨天晚上来到诸城的 之后便在这家宾馆登记住宿后 将车停放在了停车场 今天白天和朋友出去逛了逛 回来之后便发现自己的车玻璃被砸了 民警在现场看到 轿车的前挡风波里已经被砸得裂了很多的破纹 整页玻璃看起来那叫一个心痛啊 车主告诉民警 他在附近发现了一根木棍 经过对比撞击点 与这根木棍的大小基本吻合 他怀疑自己的爱车就是被人用这根木棍砸的 由于轿车停车的位置并不在监控范围之内 民警无法查看当时案发时的情况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对此展开调查 那接下来看一组警情时讯 今天凌晨三点左右 泛温州乐清红乔镇 一辆广本轿车冲进河里 四轮朝天 车里的五个年轻人 都没能逃出来 事发的这条河 河水不深 最深的地方也就一米左右 浅的地方也就六七十厘米 河两岸有路灯 一到天黑 电灯就亮 警方在调查中了解到 晚上十点左右 五个年轻人在大排档里吃夜宵 六号十六时三十分 哈尔滨市南港区王港镇金谷城小区 一名八岁男孩 曼某某不慎坠入未盖马葫芦内 经证实 曼某某已经死亡 男孩的家人张文丽说 当时自己正在上班 接到电话说孩子不见了 就马上赶回来 但此时孩子已经坠近 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福建常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常乐市无航街道河下街 有人跳楼身亡 民警赶赴现场发现 一具分离两截的男性尸体 经民警调查 辞者张某生前 曾在常乐市 一保安公司同事保安工作 今年被医院确诊为尿毒症 警方侦查后认定 张某死因为自杀 安徽六安一对夫妻 到九华山游玩 为讨每张190元的警区进山门票 竟然委屈求全 钻进一辆轿车狭小的后备箱里 最终还是被警区执法人员 逮个正着 驾驶自驾车的陈某 想利用千里小长家捞点外快 向支队夫妻承诺 低于警区门票50%左右的价格 将两人带入警区 陈某已被警方处以 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杨州市交巡警支队民警 在经过城区濒河路时 发现一起驾驶电动代步车 违规上路的行为 警方发现驾驶者 是一名严禁期循的老人 老人从怀里掏出了一本驾照 民警发现驾照的外面 没有任何问题 可打开后竟然是手画的 考虑到老人不懂交通法规 又是出办 民警没有对老人做出处罚 最后在民警的陪同下 老人将车退了 长沙丁女士取钱时 遭遇劫匪 千军一发之际 丁女士转身正开 啊啊啊大叫翻声 劫匪瞬间当场驾懵 冷静的丁女士 从前包里拿出400元钱 把劫匪打发后 又开始淡定取钱 目前警方正在缉拿这名劫匪 昨天乘乐高速 一辆改装过的红色三名车 在青龙出口处 发现有交警检查 竟逆行崇上高速 狂飙30余公里 下高速后 又多次撞击追来的警车 最终 这辆改装越野车 在省道106线 与眉山市铁环路的交叉口 被逼停 男性驾驶员汽车开逃 被警迷联手勤货 车窗有大量装油工具 且车上还有冰毒 自制枪支 和大量开锁工具 驾驶员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询问 内蒙古包头市 一青年为了偿还赌债 蒙面持枪抢劫银行 被包头稀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以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5000 广告回来看一起 让咱们交警犯男的交通事故 前两天 在烟台两辆轿车发生了呱扎事故 其实这起事故 并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却让前来处理事故的民警犯了难 因为两车相撞后 两位驾驶员都各执一词 都说是对方先撞的自己 尤其泥桑车的女驾驶员 情绪十分的激动 尼桑车的驾驶员 不但不配合工作 而且面对交警还骂骂烈烈 这10月20的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 被送到福山医院后 这位女士却一点也不配合医生的诊断 情绪还是异常激动 一直在喊着要求高额的赔偿 一提联系家人 他就说都在国外联系不上 最终医生确定 她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身上并没有受伤 而民警通过网上核查 也发现 这名女子并不是泥桑车的车主 她姓邱 青岛寂寞人 随后民警联系上了车主杨女士 和邱女士的家属 泥桑车主杨女士 委托了一位朋友过来取车 杨女士的委托人告诉我们 车是被邱女士偷着开走的 等她们发现时 人和车都已经不见了踪影 最终邱女士的家属赔偿了事故的全部费用 并把邱女士接回了家 您像这样有精神病史的患者 是不能驾驶车辆的 那家里有这样的病人 我想做家属的第一是要多一些关心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要多一些责任感 平时呢一定要细心的看管好啊 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故发生了 那说起交通安全 这两年这个校车安全 一直都是咱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了 的确国家也好 地方也好 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来规范校车的运营 但是总是有一些司机铤而走险 你看最近呢 德州警方就查获了这么一辆超载的校车 由于司机提供不出有效的驾驶证件 民警将他的车暂扣了下来 并上网对司机的信息进行核查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法的规定 持有C1驾驶证的驾驶员 只能驾驶小型车辆和微型面包车 手持C证竟敢开中型面包车 还敢接送学生上下学 这位司机老兄的胆子可够大的 看来不只是这位司机有问题 这车也问题不少 在交警队我们见到了这位胆大的司机 司机李某说自己是帮朋友的忙 今天第一次开校车 可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经过民警进一步调查 司机李某的违章包括 为随身携带驾驶证 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 不相符的车辆 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 提供校车服务 等待李某的将是严厉的处罢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学习 随后民警用警车 把这些孩子们安全的送到了学校 说到超载车辆不止刚才那一辆 那在很多乡镇的中学 很多寄宿的学生 每到假期都会回家 而在学校周围 就会聚集很多的面包车 在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这个数量的面包车 是专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 而有个别车辆是严重超载 下午4点多钟 任城区20里铺中学门口 已经聚集了不少来此接孩子的学生家长 在离学校不远处的一条公路上 也聚集了不少来接孩子的面包车 5点钟 学生像潮水般涌出了校门 走向停在校外的面包车上 虽然座椅上坐满了学生 车主还是不停地招呼学生上车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民警拉开车门一看 车厢内足足拉了18个学生 加上司机一共19人 而这辆车是合载12人的 民警介绍说车辆一旦超远 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很容易出现意外 在检查中 民警也及时纠正了一些司机不安全的做法 另一路民警在检查中 更是遇到了一位奇葩司机 见由民警检查 人家倒是很配合 却有着出人意料的举动 这是要干什么呢 看来司机心里有鬼呀 随后民警对车辆核载人数进行检查 这一查不要紧 七座的面包车运载了15人 已经超远100% 这个车辆为了多拉人 在原有的座椅上 直接放了两个木板 在空隙处还放了板凳 就这样的乘车条件 安全是很难得到保证的 民警在检查的过程中 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面包车 存在超远改装的情况 对此他们将加大执法力度 严厉查处 非法改装面包车上路载客行为 广告回来 咱们来看这样的一幕 一辆半挂车发生了侧翻 这车上满车的这种 城乡的西红柿是散落了一地呀 都为村民冲到这个车前 搬起了这个西红柿 那这一幕呢 就是这两天在轻盈高速 唐王段发生的 您别误会了 咱们这些村民啊 并不是来抢西红柿的 而是来抢救西红柿的 昨天有这么满满一车的西红柿 从寿光出发了 准备沿着轻盈高速去北京 谁知在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 半挂车冲出护栏 翻到了沟里 翻车之后 驾驶员和乘车人 直接从驾驶室就爬出来了 没有做什么伤 然后车呢 是侧候在这个位置 大气的货物装带的西红柿 就散落在这个沟边 幸亏沟不深 土质又比较松软 车主和货主 很快从驾驶室爬了出来 并没有受伤 可是整车的西红柿 被抛洒在了地里 更让刺激头疼的是 货车恰好翻在了路边的麦田里 这麦田警人能善罢甘休吗 把附近村民的那个麦田给压了 我们一直认为村民可能会说 他得陪我麦田这个问题 天色刚亮 十几位附近的村民族一起赶过来 这其中就有麦田的主人 司机师傅怀着一颗忐忑的心 等待着一场要求包额赔偿纷争的到来 谁知麦田主一开口 让护车司机和救援民警都非常意外 当时就说他这个实在不容易 你看这么一颗西红柿 开始只有三四个村民帮忙 后来一些路货的人 也加入了西红柿救援的队伍中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 这车西红柿终于被重新装到了车上 粗略估算了一下 好些人至少帮货车司机挽回损失10万元 热心的不光有咱们这些村民 还有咱们的民警 清明节是祭祖的大日子 在清明节的前一天 有一位30多岁的男子 闯进了夏金县交警大队 对咱们值班的民警说求求您帮帮我吧 我想回老家 这名男子叫张颜龙 是河北省龙化县人 他这么急急忙忙的 找到夏金县交警大队要求回老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4月2号 张颜龙从龙化县赶到清河县的一家工厂谈生意的时候 不小心把装有1500元现金 银行卡及身份证等物品的皮包给丢了 这下可把他急坏了 身无分文的他在异乡举目无亲 眼看着清明节就要到了 他还要赶回家上坟 了解事情原委后 交警同志先和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 通过全国户籍管理系统 对张颜龙提供的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及家庭情况进行了核实 证明张颜龙提供的信息属实 随即为张颜龙办理了身份证明 当理合给这个车站联系 因为车站了 原来都是每天 晚上又上北京汽车 客人现在睡点 人家隔天发车 没办法行动下来 咱们打电安排车 转身给他找煮许鸡粉 给他住下以后 明天一早 我们给他埋药瓢以后 赶下送家 晚上六点多 夏金县交警队房国境副大队长 特意给张颜龙 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宾馆 并且在车站旁边的超市里 买了面包 牛奶 火腿肠等食品 安排好失速后 方才离开 4月5号上午六点 副大队长张颜龙和黄国静 从宾馆接了张颜龙 一同赶到车站 将张颜龙的遭遇 告诉了县车站负责人 经协商 车站为张颜龙 减免了去北京的车票钱 人上车时 又再给张颜龙一百元钱 让他到北京的时候买车票用 并盯图他到家后 明明让谁的电话报平安 那回家就好 那说起清明 不光是祭祖的大日子 也是春游的好日子 在4月5号这天 德州市民忙着祭祀完之后 往往就会带着一家老小 到这个万亩桃园 带着家人来赏花观景 但是没想到这路是特别堵 人是特别多 迷警赵可星说 最堵的时间是上午10点半 虽然他们提早做好预案 但是今年赶来桃花园游玩的 除了市区的朋友 还有各县城的 甚至外省的游客也赶来赏花 由于大部分游客都是驾车前来 停车场严重不够用 原本不足10米宽的马路 南侧停满了私家车 北侧则被摆摊的小商小贩站着 中间仅有四五米宽的地方 供行人和车辆通行 通行难度可想而知 这条马路连接着两条主干道 西头是101国道 东头则是幸福大道 除了前来游玩的车辆 还有一些车辆是过路车 为了保障道路畅通 德州交警直属一大队 二冬队迷警全员上路 并且临时采取了车辆性行等措施 可以坐公共车车 因为桃花节持续十几天时间 交警部门还将增加警力 维持交通秩序 其实不光是桃园赌 假期出门 哪哪都是人 哪哪都赌 您看在滋川的东南山区 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景 咱们的滋川的交警 也是在假期全员上港维持秩序 上午九点半 在通往潭西山风景区的路上 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车队 很多游客不得不下车步行 感受春天的田园气息 针对出行的交通状况 自博交警部门及时增派警力 上路指挥交通 并在道路两侧封设了提示标志 提醒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针对这个新康角 在一个修路 岛队也专门上所有的营机院 红杀中队主要是来这个直中路 这里中队来这个偷修路 然后是专门着两次警察的群说 在一个岛队专门着偷子 所有三十多年孩子 过来手中还得开 一个是经济学家加速马性 在一个是独角九角 家里的车队 东西